五島灣的文壇很出名 但是真的看過也是了解文壇 行動過程的民眾 算是很少 為了要讓大家可以驚訝了解文壇 到了市公所準備要在巴黎的五島灣來實力一個文壇很久了 原則上的我們的經費是六百四十七萬 那三個月大概在年底之前 我們就可以給大家一個生活的步道 美的步道 我們想說 油不僅僅是一顆柚子 它同時是你生活裡面的一個很重要 也要給你歡喜 給你很多歡樂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當時公所在今年這筆鄉營建宿 新出六百萬的經費來行見文壇很久 現在經費也確定已經有了 所以緊張要進行時間 不就當時民也希望透過豐富的實力為地方創作 更更大的觀光營業 說如果我們運動 旁邊有把我們圍的 圍的圍的圍的圍起來 讓大家在這裡出入 以後呢 從這裡到達文壇 有台灣的文壇 我感覺也會很出名 從頭開始就可以帶動 整個鎮碑梨朝觀光畫面去發展 以後鎮碑梨就名副其實就是一個觀光禮 這種想要行見的文壇很久 在那裡是靠在最高的觀游的圍帶 四個的感作單位表示 這隻文壇來未來也可以看到 到六次都有的文化的時候 整個幼鄉步道做完 最重要的是我們把一些故事性 融入在我們的步道裡面 那除了達到休閒 教學 教育等等的目標之外 希望說透過這條步道的一個整修之後 這個環境能夠整個提升跟帶動 到六次文壇很快 是你一定的每年文台菜收集 真正的可以整個完成 充滿大家的安靜囉 其中真心 藏不到